她學冠中西,17歲便被修會派到意大利進修 第一次回去是九年後 挺有趣,少少尼加魯大會 很多人認為要過修道生活是很大的犧牲 她怎樣看呢? 其實人生時都有些娶、有些捨 你要娶,你就要捨 你想不想進一步認識高下方修女呢? 請留意這個星期的愛、常傳